煎豆金黃的石斑烤肉 加入洋蔥翻炒增加香氣 沒吃飽嗎 再來點香蕉煎餅 或是手作壽司 花蓮的各式美食 在宜蘭就能吃到 0403強震 加上凱米颱風過境後 讓花蓮多數路段出現貪荒 雖然陸續搶通 但對於外地遊客來說 已經大幅降低旅遊意願 沒人潮就沒錢潮 就讓花蓮的夜市攤商苦不堪言 少了六七成 取消期間要了更多大概八成 週末人潮大概就會到六成 整個完全沒有 那如果攤人誰要來怎麼來 就跑來跑去啊 可以坐就跑啊 既然遊客來不了 攤商們主動出奇找客人 宜蘭圓山鄉的廟宇慶典活動 邀請花蓮東大門夜市攤販 以及流動夜市攤商 共30家業者來宜蘭擺攤 為了趕上管制通行時間 攤販們一大早5點多就出發 微食生計的同時 也能讓宜蘭人品嘗花蓮當地的美食 我買了三個竹筒飯 還有滷鴨漬 然後還要去買那個飛魚卵商場 廟方就覺得說我們花蓮 就是台風地震 然後影響到我們的觀光 如期客人進不來 我們自己主動車場客人 現場看到的硬體設備電燈 都是免費提供給我們探商 想要人潮回流 看來還需要一點時間 花蓮業者東奔西走 自己尋找出路 不過最希望的還是 在後復原進度 能加快腳步 找回遊客對花蓮的旅遊信心 平時新聞黃富一宜蘭報導 不服客人 落午便呼喚 不服客人 oblig賺欲